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呢 我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的蝦皮購物分享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們應該都是淘寶的狂潤分子 就是常常在淘寶上面買東西 但是呢 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們可能不會買淘寶 或是可能沒有信用卡覺得買淘寶好像沒有很方便 所以我就想說 好 既然有一些朋友你們可能不會買淘寶 那我就來試試看最近就是大家都還蠻喜歡使用的蝦皮 而且呢 我這次在蝦皮上面買的東西都是非常經濟實惠的 因為呢 我想來看看就是在蝦皮上面買單價很低的衣服 到底是會不會踩到雷 或是會不會其實很好看 我今天買的衣服有上衣 褲子 裙子 什麼都有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我覺得你們一定會非常的喜歡 因為呢 我覺得買蝦皮真的比買淘寶還要簡單一點 因為你可以直接使用超商取貨付款 你甚至就是不用信用卡都可以完成 今天不只會跟你們說我買到了什麼東西 我也會一起跟你們分享說 我平常在穿搭上面可能會用不同的單品來做搭配 所以呢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 那第一套呢 我就先從我身上的這些單品跟你們分享 今天第一套呢 我這件外套是我很久之前有拍過淘寶戰利品 跟你們分享過 非常便宜的淘寶外套 這件外套只要200元 可是它整個版型啊 還有材質都非常的好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資訊欄或是上面連結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看 好 那接下來我身上的這個皮帶以及牛仔褲也是在蝦皮買的 這個皮帶呢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非常驚人的價格 它只要53元 53元 新台幣 就是 我的天哪 那我原本在買的時候其實有點擔心說 就是這麼便宜的皮帶 它會不會就是 送來之後乾乾冰冰的一小條之類 就沒有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皮帶 而且我還蠻喜歡它五巾的部分 它中間的這個五巾是做稍微有一點點舊舊的感覺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 平常如果你是覺得說你的牛仔褲啊 這樣直接單穿好像看起來有點太無趣的話 就可以搭一個皮帶 或是呢 如果你褲子真的太鬆的話 也可以拿一個皮帶把它繫起來 那今天這一套讓我最驚豔的 沒有別的 就是這一條褲子 這件褲子我在穿的時候 我一拉上去就覺得說 欸 這個材質跟這個版型好像有對喔 結果呢 我一照鏡子就想說天哪 這真的是太令人驚訝了 因為這條褲子我買的時候它只有213元 所以呢 我其實一開始也是就對它沒有抱持太大的期待 但是呢 我穿上去就覺得說天哪 它其實是一件就是穿起來還蠻好看的褲子 首先 我喜歡它的第一點是 它的褲管是做抽須的設計 抽須大概是這一兩年才開始的 以前褲管好像沒有在做抽須 可是呢 我覺得抽須的褲管 其實會讓你的腳有種延伸的感覺 因為平常如果你是一般的牛仔褲 它在底的時候就會直接把它收邊收起來 但是呢 它加上這個抽須 就會讓你的腳有種無限延伸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說 欸 你的小腿好像有被拉長喔 那另外一點我很喜歡它的原因是 它是屬於那一種合身但是不緊身的褲子 就是如果你平常在買牛仔褲的時候 你一直覺得說你好像挑不到喜歡的 你可以先試著找找看不要太緊的牛仔褲 因為呢 我跟你們說 我以前其實是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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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討厭穿牛仔褲的人 因為呢 我覺得牛仔褲就是一個 會讓你很不舒服的東西 就是兩個很緊的材質 一直這樣黏著你的腿 而且我覺得牛仔褲是一個非常容易顯胖的東西 雖然說大家都說牛仔褲很好搭 可是呢 它就是一個很容易會讓你看起來 屁股很大 或是大腿很粗的東西 所以呢 我以前真的不喜歡穿牛仔褲 直到我之前試穿到 UNICOR的特級彈性牛仔褲 我才覺得說原來牛仔褲其實是可以兼具舒適度的 那這件牛仔褲呢 它就是有點像是特級彈性牛仔褲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不是穿上去你會想說天啊 我要不能呼吸的那種 它是保有一點點的彈性 所以你穿起來其實是舒服的 而且呢 我覺得我買的這個藍色它還蠻顯瘦的 唯一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這件褲子它的布料是看起來有點像是大概500元以下的牛仔褲它會有的材質 就是如果你要拿跟1000塊以上的牛仔褲比的話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哪一種布料看起來比較好 可是呢 這件褲子我覺得就是它的價格以及它穿起來的舒適度 就是就算它的布料看起來比較便宜一些些 我也完全不介意 所以呢 這就是今天的第一套 黑色背心搭上牛仔褲 以及牛仔外套它就是一個非常簡單 有點歐美街頭感 就是很隨性的一個穿搭 接下來另外一件呢 就是我身上這條褲子 就是呢 我買了一件就是運動短褲 因為呢 它也是價格非常的便宜 它只要69元 所以呢 我就想說買來穿上看 就算它不適合的話 也可以把它就是當成睡褲也沒關係 那這件褲子我覺得它就算中規中矩 就是不會讓你穿上去覺得說 哇 好特別喔 但是呢 它就是一個 你可以拿去當作運動褲啊 或是如果你是大學生要上體育課的時候 也可以穿這個褲子 那它的旁邊是做有收編的 就是它旁邊有夾寬 所以呢 它的整個的空間其實還蠻大的 這件褲子是沒有分尺寸的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的身材跟我差不多的朋友們 應該都可以試試看 或是如果你平常就是喜歡穿運動風格的人 應該也可以穿這條褲子 就是譬如說你在上面穿也是很簡單的背心 甚至你要搭什麼籃球背心啊 我覺得應該都會蠻好看的 那這褲子它是有做兩個口袋的 所以呢 如果你只是平常要去買早餐啊 或是去Sever買個東西的話 這個褲子我也覺得還不錯 好 那下一套就是我身上的這件洋裝 它的長度呢 是到大概我膝蓋下方10公分的左右 那這件洋裝我第一次穿上去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說我好像有點喜歡它 但又好像覺得說它看起來有點像是阿嬤 但是我之後越看越覺得說 欸 它好像其實就是還OK 你就想像如果我今天是穿這件洋裝 身在法國的話 它看起來就會非常的合理 但是呢 如果我穿這件洋裝去買菜的話 就真的會很像是年紀很大的阿嬤要去挑菜 它是雪紡的材質 袖口大概到我的手肘在上面一點點 所以它穿起來其實就是非常有氣質 唯一一點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它是有一點透的 你們看 這樣遠遠看應該看得出來就是 我裡面有個黑黑的東西吧 這是我剛剛穿的那件運動短褲 所以呢 就如果要單穿這件的話 我會建議裡面還是要加上 就是你可能要穿個牛仔褲阿之類的 你們覺得我這件要留嗎 就是我覺得它穿起來其實就是還蠻氣質的感覺 而且它是雪紡 所以呢 你看 它可以這樣子咻咻 就是很輕飄飄的感覺 很度假的感 就是你們看喔 假設我現在隨便背一個小包包 你看 小包包背上 然後呢 再戴一個草帽 這樣子 你看 我是不是整個人就是要去泰國 你看我是不是現在就是立刻應該要訂機票去泰國玩 所以呢 這件洋裝就是今天的另外一套 這件洋裝它的價格我記得大概只要200元左右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便宜 所以呢 就是我覺得我應該要留下來 你看 我這樣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合理呢 好 大家 接下來的下一件呢 是我身上這件褲子 你們剛剛看到前面的影片可能想說 欸 好像就是買到的東西都還不錯 就是沒有踩到雷 我跟你們說 我身上這件褲子它真的是大雷 它真的是雷中之雷 我沒有看過這麼雷的褲子 就是 它完全跟我在照片上面看到的褲子是兩件事 就是呢 我看照片的時候它是一件就是 看起來還蠻好看的刷破褲子 而且是有點合身的 可是呢 它上來竟然是變成一個直筒褲 而且就是直的很奇怪 而且它的刷破跟照片上面也完全不一樣 它就是一件版型我覺得很不對勁的一件褲子 我一般想說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就把它稍微摺起來 可是呢 它的長度也是卡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 就算你這樣摺起來 它也是要長不長 要短不短 然後看起來也不嫌瘦 就是 我不曉得這件褲子它的設計是怎樣 反正這件褲子 我就是不建議大家買 如果你看到就是影片覺得說 欸 好像其實還不錯的話 你們買回去覺得好看的話也可以跟我說 說不定它其實就是不符合我的口味 但說不定有一些朋友們其實會很愛 但是這件褲子還是有優點 就是它穿起來其實是舒服的 我現在是只有把拉鍊拉起來 因為它的褲頭還沒有就是開空 所以我想說我先不要開 它穿起來就是其實是合身的 而且屁股的地方也不會很緊 就是你看起來不會就是說你的屁股很大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們看到褲管 我覺得說 欸 是可以挑戰看看的朋友們 你們還是可以去試試看 接下來呢 我買的是一件魚尾裙 這件魚尾裙我已經在instagram上面穿過了 這件裙子是我這次買到還蠻喜歡的 就是呢 因為我平常其實不太會買這種完全包臀的裙子 因為我覺得就是很容易會讓你的屁股形狀看起來不是很好看 可是這件裙子的版型是不會讓你的屁股覺得很像是包肉粽的那一種 它雖然是包臀 可是它又不會緊到讓你整個屁股圓形毘露 有一些包臀裙 如果你有買過的朋友們應該知道 就是它穿起來會讓你整個屁股是這樣子凸出來 然後再這樣垂下來 雖然說如果你屁股很翹的話 那一種屁股可能會很好看 可是有一些包臀裙就是你穿起來會覺得很怪 但這件我覺得它穿起來不會 它版型是順人 所以你穿起來就會很修長 像是我這樣子把它扎進去啊 我覺得整個人就是看起來好像還蠻高的 雖然說我本身也沒有到超矮啊 我165公分穿起來是到小腿度左右 所以呢 如果你是跟我身材差不多的女生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這條裙子 而且呢 它的價格我那時候買不到200元 所以真的是很值得可以試試看的裙子 它裡面有做內衣 所以不會像是前面那件裙子一樣 就是會讓你透到外面 那它的腰圍是沒有什麼彈性的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是很怕腰會很緊的朋友們 還是不要嘗試這一件 但是我是覺得它穿起來其實不會到不舒服 那另外一個心得是呢 這件裙子我姐姐有穿過 那我姐她身材很嬌小 她只有153公分左右 所以她整個臀尾啊還有腿啊都比我窄很多 那她穿起來的時候其實就沒有這種包臀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穿那種魚尾裙很重要的是 你要看起來有一點點屁股 它才會就是看起來是有靈有角的 因為如果太瘦的女生你穿起來它其實就是一件長裙 就沒有那種魚尾的效果 除此之外呢我都非常推薦這件裙子 因為不管是上班還是上課 或是你要約會的時候都很適合 好 那接下來呢也是一件裙子 就是我身上的這件 那這件裙子呢我自己就沒有很推薦了 它是一個格子的裙子 旁邊有附兩個口袋 我一開始看照片的時候 覺得這件裙子應該是蠻安全牌的 不會出錯 可是呢沒想到我覺得它的版型還蠻怪的 就是它的腰尾這裡呢還蠻緊的 就是我不曉得你們感不感覺得出來 就是我現在扣起來其實是緊的 就是如果要穿這件去吃吃到飽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天啊我吃不下東西 可是呢它的裙子又是做膨的 它的膨是有點這樣子出來的 所以呢我穿上去就很像是一個蛋糕你知道嗎 雖然說它的裙擺我覺得其實算還可以 可是呢就是它這個腰的比例 還有它這個裙擺的設計 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就是如果你是有辦法把這麼窄的扣子扣起來的人 你的下半身通常也不會太寬 可是呢它下面的裙子卻做這麼的 像是蛋糕一樣 你整個人的比例就會看起來很怪 所以呢這件裙子我個人是沒有很喜歡 就擦在腰圍的地方我覺得有點可惜 不然它其實是件還蠻可愛的裙子 而且旁邊還有做就是兩個小口袋 你平常要放什麼手機啊什麼的也很方便 如果你的身材是比我再寬一些些的話 我真的不建議你買 因為說不定你的腰就直接扣不起來了 那如果你是太瘦的女生呢 你買這件裙子也會覺得說它下面的這個寬度有點奇怪 所以呢這件裙子我就是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譬如說它的腰圍可以鬆一點點的話 應該是看起來是不錯的 接下來是我身上的這件牛仔褲 我覺得它不會說到超雷 可是也沒有說到很好看 因為呢我看照片的時候它其實是一件直筒褲 可是我覺得它穿上去的那個直筒的效果 就是沒有很好看 因為它的直筒做得太寬了 所以呢我覺得它看起來就是沒有什麼設計感 你穿上去只覺得有一點像是就是沒有版型的牛仔褲 所以呢我後來的解法是覺得說 如果我把它就是褲管把它捲起來的話 可以把它當成就是有點像是男友褲的感覺 它如果稍微把它褲管捲起來 我覺得看起來就還可以 這件版型我覺得偏銷 因為我的size已經買到蠻大的 它穿起來還是就是腰圍的地方有一點緊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的臀寬比我還要再寬一點的女生 我就會建議你們一定要看一下它的那個尺寸 再決定要不要買 所以這件褲子如果你是期待它有像照片上面那種直筒的效果 我不建議你買 可是呢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可以把它當成這種 有點像是男友褲的感覺的話 我就覺得它穿起來其實還蠻好看的 只是呢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它的尺碼 不然穿起來可能會太緊 除此之外呢你看像是我現在搭著一個很簡單的T恤 然後再拍這件牛仔褲 其實就是直接可以出門的穿搭 下一套呢是我身上的這一件 它是一件連身的短袖上衣 那我原本其實還蠻期待這一件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版型可能是就是還蠻特別的 因為你們看它的這邊有開一個口 而且呢它不會說開到太高 但是呢這件上衣我覺得它有個致命的缺點 就是呢它的這個袖口的地方做得太緊了 你們看我穿起來是不是很像金剛芭比 我的手手圍大概是26公分 其實沒有說到超胖 但是呢我穿上去是不是整個就是 好像健美選手的感覺 就是不好看 你們看因為它這裡是做有個彈性 彈性的鬆緊帶 我不確定它為什麼要這樣子設計 反正就導致這一件的上面看起來很奇怪 雖然說它肩線是合的 可是它的這個就是 看起來就不好看啊 如果這一件它的袖子是做稍微到這邊 而且是做寬鬆的設計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一件很完美的連身上衣 除非你覺得你的手臂真的是皮包骨的話 不然不要挑戰這一件 或是他們之後有考慮要改良一下這個袖子的話 它才是一件好看的衣服 不然呢它這個袖子真的很失敗 不然我覺得它的那個整個的感覺其實是不錯的 就是很簡單但是又很有設計感 所以這件連身衣我就是不建議大家買 除非你想要展現你過人的手臂的話 不然就是大家這件千萬不要下標 接下來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身上這件襯衫 我家是直接把扣子打開有點像是外套的感覺 我覺得那它這一件我個人沒有很喜歡 就是我覺得它的版型有點太寬鬆了 因為我原本是想說我可以拿來就是當上班的衣服 就稍微這樣扣起來直接扎到像是這種寬褲裡面 我就可以直接出門 除非就是你是特別喜歡有這種就是譬如說古著啊之類的 可能會喜歡這個衣服的版型 不然這件衣服我覺得很像是日本的那種浴衣 就是我把它扣起來給你們看 如果是把它扣起來 塞到褲子裡面的感覺是長這樣 其實看起來好像沒有到太糟糕對不對 但是呢我個人是非常在意衣服的版型 因為平常你們看我穿衣服好像都還蠻簡單的 可是呢我很在意就是衣服穿上身的那種感覺 像這個我就覺得它完全沒有修飾身材的感覺 而且你看起來也不會覺得好像身材意義 就是你穿去上班好像也不適合 你就要當做外套好像也怪怪的 所以這件衣服如果你是想要追求很有精神 看起來很挺的那種感覺的話我不建議買 可是呢如果你是就是想要找這種寬寬鬆鬆 穿起來不太拘束的那種衣服的話 你們就可以試試看 好的接下來呢是我身上的這件連身裙 它是一件非常度假感的裙子 就是呢看起來有稍微露背一點點 可是呢它又不會到時候好像太暴露 所以呢這件的感覺我是還蠻喜歡的 可是呢又來到這個可是 就是它這邊的剪裁我也不夠滿意 假設說呢它這裡的開口是稍微再往這邊過來一點點 然後它的肩帶是在這邊的話 它的整個人的上半身看起來就會更閒細一點 可是呢就是它這邊的布料太寬了 導致就是上半身也容易看起來很壯 所以呢這件上衣我沒有對它非常的滿意 雖然說它整個裙子的這種設計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可是就是就是這個可是 為什麼它就是不能好好的把這邊的版型做好看一點呢 除非就是你覺得說你穿這種上衣 你一定會搭一個罩衫啊之類的 可能就會彌補掉這個小缺點 不然呢因為我平常如果是穿這種one piece的樣子 我一定就是直接這樣走出門啊 那它旁邊的這個設計就讓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應該會再去網路上找類似的這種裙子 因為我覺得它整體穿起來其實是很漂亮的 它的裙擺設計也不錯 然後布料又不會說太厚 你穿起來就是很適合夏天 這件我就推薦給你不介意它這邊這種設計感覺的朋友們 不然除此之外呢它其實是件還蠻可愛的裙子 接下來的衣服呢是我身上這件裙子 這件裙子呢是我這次買到非常滿意的衣服 它是一件裙擺非常美麗的裙子 最重要的是呢我很喜歡它背部的設計 它是做一個交叉然後它這邊是一個綁帶 它的這個綁帶是你自己綁的 所以我現在綁的其實沒有很好看 就是我有點手殘 所以這種蝴蝶結我通常都是請別人幫我綁 它的這個袋子其實是分開來的 但是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可以打出很漂亮的蝴蝶結 所以這個不成問題 那它穿起來呢也是一件非常度假感的上衣 你們看到這邊應該感覺出來說 美根你好像蠻喜歡穿這種有點度假風格的衣服 沒有錯我就是很喜歡穿這種就是很舒服啊 看起來很自在的那種衣服 平常不管是真的要去度假或是週末出門的時候 我都還蠻喜歡穿這種上衣的 而且呢我在拿我的草帽把它戴起來 你們看是不是又要去泰國 你看我完全又是一個可以去泰國的穿搭啊 我真的很喜歡這一套耶 這個應該是我這次買到最驚豔的 因為我不敢相信就是這麼便宜的衣服 竟然可以買到這麼有垂綴感的洋裝 而且它的領口我覺得是好看的 又因為它這邊側邊它是做的還蠻高的 而且是貼合你這邊的皮膚 所以呢它不會讓你的婦孺跑出來 因為女生多多少少應該都會有一些婦孺的困擾吧 我自己也是有一些衣服太寬鬆 這邊也是會露出來見人 雖然說我沒有很介意 但是如果有一件衣服是可以讓你整個人的體態 看起來都很漂亮的話 why not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很喜歡這種飄飄 或是你正準備要去度假的朋友們 最近我真的非常的推薦 好那這件洋裝就是今天的最後一套衣服 那我就在這邊跟大家ending吧 不曉得你們喜不喜歡這種戰利品兼穿搭的影片 而且呢我今天是所有衣服都穿上身邊穿邊講 因為我覺得這樣只可以更讓你們清楚的看到 整件衣服穿起來的感覺 因為平常如果只是幾秒鐘 可能大家看的不是那麼清楚 而且為了要拍今天這部影片 我還把後面的這些東西都收一收 不然平常可能不是這麼乾淨的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部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這種戰利品兼穿搭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有還蠻多朋友喜歡的話 我之後就會繼續生產這種影片 而且經過這次的購物 我真的覺得在蝦皮上面買東西 其實是真的可以用便宜的價格買到還不錯的衣服 像是這件衣服 我跟你們說這個絕對在外面賣一定是一千塊起跳 但是我竟然可以用幾百元的價格就買到 我真的覺得超級划算 那今天分享的所有衣服 只要它還沒有下架的話 我一定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呢大家記得一定要把資訊欄點開來喔 那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說 今天這幾件衣服你們覺得哪一件最好看 或是你覺得哪一件其實沒有很好看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說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你們看完覺得還蠻開心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你是新朋友還沒有加入過我頻道的話 都可以訂閱我 在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的影片喔 不要忘記把小鈴鐺打開才可以收到影片的最新通知 那我們下部影片很快就會見喔 掰掰